古天乐10月24号在旺角出席健身中心开幕里 虽然工作忙碌 但古仔仍保持每周做三天运动 他表示做运动最重要 不要懒要有恒心 做运动是很孤独 所以自己会一边做一边看电影 其实我觉得做运动是为了身体健康的 我没有真的去看自己有多少肌肉啊 什么也没有 我不太喜欢 其实脱了那个衣服 看看自己有多少肌肉的 我没有那么离谱 但是我觉得运动是为了保持健康来做 古天乐每年生日都习惯跟圈中好友 还有粉丝会一起过 今年也不例外 但今年古仔的生日明显更加热闹 好友荣祖儿更不过天荒的 把古仔的生日会在网上直播 受到了非常震撼的效果 其实很开心的 因为尤其是今年 因为周雨要 他说可以在什么直播 我的那个切蛋糕这个时刻 我还不知道什么直播 但是他那个我吃饭的时候 他一直在弄一直在弄 留一个trailer给我看 我觉得很厉害他真的 所以他直播的时候我也没有想到 原来是现在可以这样的 真的心强直播给观众看 古天乐今年已经44岁 但是感情生活还是一片空白 被问到打算什么时候交个女朋友 古仔就说已经被吴君如等人捞得惯了 他们都是这样的 因为他们都已经找到另外一半 所以一定会这样跟我说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要看缘分的 夜思娱乐新闻中心香港报道 是下车的 是下车的 是下车的